舞台上丰富的动态表演 这是在仁爱国小举办的 基隆社区大学112年度 秋季班成果博览会 社区大学校长和名镇处长张渊祥等参与的贵宾 都到场与师生同乐 现场还有许多摊位展开春季班课程招生 其中相当受欢迎的水电维修DIY 更是秒杀报名而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有两个面板 这个是用电设备 这个是用水设备 然后用电设备我们会有 从简单的吴龙丝开关 然后一些插座 然后灯泡 各式的开关 我们会做基础的介绍 然后用水设备就是像马桶 然后水箱 然后水龙头 然后一些扶手这些 然后简单的DIY排除 对我们今天的课程已经秒杀了 已经报名完毕了 然后目前就是可以来社大先报名当后补 后补对 基隆社大一路用新办学 并获得教育部评鉴特优等多项好成绩 让全体社大师生予有荣烟 也获得各界的肯定 今天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 112年度秋季班的成果展 那这个成果展是代表在整个秋季班 从班级到社团 展现最好的结果 让大家可以看到共同来学习 社大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每年的班队里面有社大洲 社大洲邀请我们产官学来做演讲 完全都是免费可以融会我们基隆 所谓基隆学的学问进来 基隆社大今年也能获得教育部 最优秀的叫社会教育团体奖的优胜 我想今天现场虽然50个表演的班级 30个摊位 可是我想社区大学的学员跟班级 他们不是只是在课堂上的学习 其实他们透过社团 透过班级 从教室走入社区 不管是公寓餐饮 关怀 公共议题 社区营造 我们以整个城市 作为学习的一个场域 让社区大学的能量 能够透过学习的转换 学习的价值 跟着城市一起成长 我想我们在今年 去年能够有非常好的丰硕成果 不只是社教社会教育贡献奖 我们也得到成立24年来 第一次拿到特优中央的 另外我们整个学习楷模 我们也是全国为二的特优的学习楷模 我们记忆研大哥 我想这是一个丰硕的一年 也是一个收成的一年 可是这样的一个成果 其实都有赖整个师生 一起携手努力 还有我们政府各单位 市政府各单位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公施协力 携手同行 基隆社大展现精彩的动态表演 与静态展示 让外界看到丰富的学习成果 春季班的课程也持续招生中 欢迎想要学习或再进修的民众 到基隆社大官网参考各项课程资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